好,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字符型变量 就是字符型的这个数据类型 字符型就是我们前面给大家讲的 说的提的什么呢 Chair Chair就指的是字符型 那么在这个字符型里边呢 我们提过它占的空间是两个字节 那么使用unicode的变码表 字符型呢来去表示这些字符 unicode的字符型呢一共是 六五五三六个 就六万多个字符 它可以表示全世界所有的语言相关的字符 包含汉字 目前呢是一个主流的主要的一个编码机 或者说字符型 那么我们在表示的时候呢 用单引号来表示 用单引号来表示一个字符 来我们看一看 如果我在这个代码里边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好我在这儿再写一个 再拥有个class吧 TestPremitiv3 测试字符类型 比如说我在这儿定义一个字符例行叫chell chell什么呢 比如说A 大家看用单引号来处理 比如我表示什么呢 表示一个T吧 T字符T 当然了它也可以用来表示汉字 比如我在这儿定义一个字符 可以写上 上一条的上 没有问题 用来表示一个字符 那么 在这里边呢 有这样一个问题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些字符呢 也可以使用 unico的编码来做 那么编码是从0到6536 如果你要用16进制表示的话 就是说从0到4改F 这就表示16进制嘛 对不对 用-u 后面来表示一个编码 就可以表示我们这些 所谓的字符了 比如在这儿呢 我们写了个C -u0061 它表示的是一个什么字符呢 我们看一看 大家看什么字符啊 -u0061表示的是什么 A这个字符 大家看到没有 所以这里边就是这个关系呢 比较微妙 这里边通过这个编码数字 也可以找到我们所有的字符 虽然一般情况很少用 一般还是我们还是直接写出来 还有呢 那在我们在表示的时候呢 也有些转移字符 需要我们注意 转移字符 比如说 -n 它也可以用来表示一个字符 这儿的-n呢 对应到UNIQ的编码 就是什么 三个 000A 注意哦 因为用的是16进制 16进制是什么呢 是从0 1 2 3 4 5 6 7 8 9 然后呢 A B C D E F 用这些符号来表示16进制 所以呢这里边会出现A A相当于多少 是不是这儿啊 10啊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你表示换行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它 也可以用它 所以在这儿呢 咱们顺便聊一下转移字符 关于转移字符的问题 比如我要在这儿打印一个 打印一个什么呢 这儿注意哦 同学们啊 双引号扩起来的是字符串 这不是字符了 然后这里边比如我打印这样一个内容 双引号不合适 咱们就还是这个单引号吧 A 对吧 A加B 来我们看看同学们 我这儿写个A加B会有什么会有什么现象发生啊 大家看它说的是什么 是一个数 对不对 这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一会儿我们还会给大家讲这个类型的转化 遇到加号的时候呢 这个Chair类型呢 自动转为转成了什么 转成了数字 为了让它变成一个字符串连接符 我们前面加一个空字符串 这个缝顶都给大家讲 先 看一下 大家看这样是不是出来A B了 我们想要把这个字符连起来 来 我要在A B之间呢 我要换一个行 我应该怎么做 是不是这么写 杠 这就是一个换行符 看一下啊 是不是换行了 那我要再写一个 我要在A B之间呢 用于什么呢 用于杠T 杠T表示的是字符符 我们看一看啊 这会有什么区别 大家再看 中间隔了什么 是不是隔了个字符符啊 看懂了没有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采用采用这种换行 这个这个转移字符呢 来表示一些特殊的符号 再比如表示什么 表示引号 双引号和反斜杠本身 说我要在这呢 输出一个什么呢 输出一个单引号 比如说 我就是要加什么呢 字符显示的时候呢 加个显示成这样 A一个单引号 一个单引号 一个B 但这个单引号呢 你不能这么写 这样就不对了 对不对 我们需要什么呢 需要在这里边 转移字符实现一下 好 用它来实现去告诉他 告诉什么呢 这是我表示 要打印的那个什么 单引号 看一下 看到了没有 这是转移字符的一些内容 它转移字符也是什么 也是chare 也是chare 好 关于这个chare呢 咱们用到这 最后呢 给大家强调一点 后面我会给大家讲 strin类型 包括这儿 我们使用的双 如果你要打印双引号 用双引号来 来引用的话 那就是strin类型 比如我写的d 对吧 你写双引号能行吗 同学们 看一下 这是字符串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字符 是放不进去的 你要把一个火车 放到一个 轿车的车位里边 显然是放不进去的 那么怎么办呢 我需要在这也干嘛 也把它变成字符串 看懂了没有 字符串 当然我要给大家讲的是 strin 就是什么 字符序列 就是一列 一列字符 说白了 本质上就是一个数组 字符的数组才表示的 这是咱们后面再说 它是由字符 字符组成的一个序列 后面会有专门的一节课 给大家讲这个strin 好了 关于这个字符 字符类型呢 咱们就讲到这 大家呢 亲自敲一下 练一下 尤其是这个转移字符这一块